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小伙伴说画面太陡了 就是因为没有稳定器 我的拍摄是这样的 现在有了智云 拍视频时就会让画面运动私奔顺滑 可以走着用 跑着用 跳着用 智云Smooth3采用了全金属的机身设计 相比SmoothQ的塑料机身 全金属的握持感受真的非常的爽 当然价格摆在这里 做工和细节方面肯定有更多的差别 添加了摇杆 调节手机角度 这个手感非常好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游戏机的感觉呢 控制面板上有开关键来控制电源 Mode键调节模式 指示灯显示待机状态 在机身侧面 有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 当然要选择一条专有的USB 转Type-C或者Lightning的充电线 充电接口的下方呢 就是波轮设计 可以调节相机的详细参数 底部依旧是四分之一螺口 可以安装在三角架上 举起来呢 就可以做个模拟摇臂 在安装手机方面 需要关机状态下 将手机卡到夹子中间 尽量把手机顶到最右边 靠近来保持平衡 当然这个夹子真的非常的紧啊 要很大力气才能把它掰开装好 不过为了防止手机掉到地上 还是紧的好啊 这个手机夹支持双向调节 手机拍摄的横屏竖屏 都可以调节 当然智云的说明书也说了 量好的中心位置 会让云台用起来 更省电 我们就来调节下控制手机的平衡臂 诶 这个平衡臂怎么没有配中块啊 原来智云Smooth 3采用了伸缩平衡臂的设计 可以避免下次使用重新调节平衡的状况发生 可以进取出来 进取出来 直接插入你的灵魂 对于这款三轴稳定器 分别是航向轴 横滚轴 和抚养轴 开机默认的是跟随模式 随着稳定器左右转向 抚养角度不会变化 按一下锁定模式 所有的转动都被锁定 可以通过波轮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按两下 全跟随模式 所有的转动都跟随手柄转动 通过波轮控制手机的横滚角度 官方称Smooth 3采用了第五代风潮算法 响应速度和扭矩都有了很大提升 实际使用下来呢 响应速度确实比前代好了不少 Smooth 3是智云Smooth系列新推出的产品 相比上代呢 在操作面板上 首次加入了波轮调节 可以控制调焦 白平衡 SO 不用调节手机 在稳定器上 就能实现相机的参数调节 续航方面 智云官方宣称采用了26650电池 标称3200毫安 理论续航最高是14小时 实际体验下来呢 也在12小时左右 续航方面就不用担心了 关于智云的APP 现在已经改名为ZYPlay 点击APP呢 发现里面可玩性还是很高的 延迟摄影 慢镜头 长曝光 当然对于这个滤镜嘛 确实不怎么样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看看拍摄效果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手持三轴稳定器 对于我这样的up主来说 真的是刚性需求啊 毕竟不用再担心手抖了 有了稳定器 视频的拍摄手法和质量提升了很多 至于Smooth 3的价格 相比于上代产品Smooth 2便宜了100块 还增加了很多功能 当然我还是要考虑买个单反 嗯 为小伙伴们呈现出更好的画面质量 因为之前的视频 都是我用手机拍的 如果你也喜欢数码产品 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测评均 独立评测很难 但爱我所爱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尽我所能 有问必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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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